要占5000块钱穷游内蒙古30天第13天 今日消费94 哈喽呀早上好呀 今天算是半休整的一天 爬了两天的山 我现在腿还是酸的 衣服是刚刚洗头发露湿了 今天下午两点钟的火车泡杯咖啡 今天上我打算去那个湖里全逛一下 两三天没有喝咖啡了 今天刚好要赶火车 我来介绍我的两件裤子 我比较喜欢穿这种竖脚的运动裤 我当时买的时候就只买了这条 灰色的然后收到货之后我觉得质量真的超好 而且很舒服 然后我就立马下单了一条黑色的 一点舒服感都没有就很舒服 从西藏一路挽回广州 它出现在镜头里面的频率是有多高 就知道我有多喜欢那两条裤子了 而且又很便宜 才30块钱一件 男女都可以穿我这个强烈推荐 我把它放在我的橱窗里面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拍 现在10点钟了 我刚刚把行李积存在那个宾馆里面 然后我现在去那个五里泉 走了20多分钟到了五里泉 现在我们去喝喝那个肾泉水 走了两公里就为了来这里喝一口水 五里泉水温常年三到六度有13种人体必需的温氧元素 对人体主动脉硬化 心脏病高血压 惯性病风湿等疾病有较高的医疗保健作用 一瓶为中国优质矿泉水源 盛水奇缘 有人在喝吗 你们平时都喝这个水吗 对呀 我们总喝 我家 10多公里的 怎么跑这里来啊 我家天天开车来两三天就来一次 我也来喝一个 好冰啊 他们本利人都说他们都是来这里打水喝的 肾喝也可以然后煮熟喝也可以的 矿泉水大桶的那种桶 一桶一桶的桩 后悔今天忘记大水杯来了 不然我也可以装一壶回去了 我现在往回走回去了 你们如果人多的话可以一起骑这个单车过来 看着这一路好多人踢了个水桶去接水 大晚上到处都是这种 飞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好多呀 感觉我嗓子都已经有点不太舒服了 现在已经12点多钟了 我去吃个饭 然后 就要去赶火车了 看到有米饭 想吃个米饭 我给了一盏黄曼鸡 看好多人说在阿尔山吃饭的话一定要叫他扫盐 结果是真的 刚刚吃了个黄曼鸡真的好咸呐 回宾馆拿行李 进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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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吧 不用来了 哈哈 拜拜 这个后车是不能后车 只能在外面这里后车 阿尔山 拜拜咯 现在是晚上的七点半 我已经到了吉林的白城 你听的没错 吉林 因为我这几天一直在想 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在哪里过 最后决定在海拉尔和马州里过 所以中间还有几天时间 然后我就选了齐齐哈尔 但是阿尔山到齐齐哈尔 他要到白城转车 所以我就干脆在白城 停一天 然后明天晚上再从白城去齐齐哈尔 如果你们还不能理解 就当我老子进水了吧 然后明天就是白城一日游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